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近日在網上流行一句說話 李軒龍睡著覺都會笑醒 所謂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彭博呢? 哎,幹什麼呢? 特地將香港和新加坡做了一個比較 就說有四個方面 包括跨國貿易,財富管理,廠人財和地產市場 全部輸給新加坡 九條街 但我覺得大家都不會覺得很奇怪的了 因為新加坡就是精英治國 香港就用財禍港 那究竟為什麼會輸,為什麼會輸得這麼慘烈呢? 我待會回來再說 各位,今時今日呢,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是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開的Nord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呢,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三十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其實呢,彭博這個報告還漏了一件事 因為現在香港呢,靠這個城市經濟 所謂城市經濟,就是 這個魚蛋,還有這個豬皮、蘿蔔、燒賣經濟 搞這個什麼紅心心,這個打卡經濟 又或者是國際馬,不過美斯不出場的 這個足球經濟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托起 或者提振香港的經濟的發展 但是新加坡呢,就贏了 Tina Swift 再早前的這個一級方程式 全部都是贏香港,不止九條街 是十九條街那麼多,十九幾條街那麼多 彭博這個報告的標題就跟這個邏奇 說香港is over是互相呼應的 他就說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競賽 是不是已經可以完結呢? 就是勝負已定 香港玩完了,那麼新加坡就放輕 還沒捱繼續呢,即是向上發展 那這個金融一哥地位呢 就似乎看得到呢,紐倫港呢 就已經是鐵定了 變成紐倫波了 他已經說過了 跨國貿易,財富管理,搶人財 和地產市場 四個方面都拋離香港 那麼特別呢,就很多媒體突出的就是公司總部 我記得特區政府的財政官員就說 我們都有很多外資的公司總部 來了香港啊,越來越多了 那麼他所謂外資其實就是內資來的 就是講大陸的支援 新加坡都不枉多樣 大陸的公司總部都很多了 先說一下數目 新加坡地區總部的跨國公司有4200間 香港呢 外國的地區的 總部,外國公司的地區總部有1336間 少於2019年的1541間,即是說呢 不是很多來做,是很多走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會走 不是不知道 而是不知道為什麼特區政府官員出來說 我們有很多公司總部來了 但是實情 做一個比較 數字是騙不到人的 和2019年比較 是少了100多間 但是比新加坡呢 1336對4200 3倍 大佬 新加坡是3倍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地緣政治風險 放在香港的風險很高 於是 移去 這個新加坡 放在香港 不單是地緣政治風險 本地政治風險都高 因為新加坡相對地 遊戲規則清楚 你說他什麼 即是 獨裁 說他的政治 沒有言論自由 但是人家的 遊戲規則清楚 有露燭 香港沒有露燭 不知道什麼時候抓來 而且 地緣政治 中美的角力 令到新加坡 變得越來越吃香 好了 這些公司總部包括 這個亡我之心不死的 美國 微軟 Google 美讚神 寶傑 聯邦快递 勞斯萊斯 通用汽車 全部都是新加坡 有這個公司總部 中國大陸的 阿里巴巴華為 快手中國移動 TikTok Shine 愛奇藝 海底撈電動車的製造商 叫做蔚來 甚至一個叫做中國鐵路 物資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企業 China Railway Materials 都在新加坡 辦公司總部 OK 好了 彭博的報告說 這種情況 至少五年內 都不會改變 意思說 新加坡是食住香港 經濟的東西是這樣的 此消彼獎 大家看到新加坡一直在上升 而香港一直在下跌 不進則退 這是競爭的東西 財富管理 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數目 比香港多三倍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數字 2022年底 有1100家家族辦公室 在新加坡營運 香港 400家族辦公室 其實很簡單 那些錢 有錢人不敢把錢放在香港 不敢在香港投資 因為香港的地緣政治風險很大 同時香港的本地政治風險也很大 你不知道哪裏 什麼時候抽起一條根 凍結別人的資產 因為有錢科 你不要以為 宇宙大法 23條的影響很小 對有錢人說不關你的事 你不會觸犯 國家安全的法律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 我做了什麼 會讓你凍結資產 不走嗎 更加同時 中國大陸的錢 不來香港 那些富豪 把錢專門去新加坡 因為在香港 他認為 會不穩陣 早前 兩個地方通過了 中國大陸 如果把商業糾紛 民事造重 判了那個人 有罪的話 或者叫做 輸了的話 他就會 在香港 都會執行凍結他的資產的政策 強制凍結資產的政策 喂 中國大陸的有錢都不怕嗎 外國的不怕嗎 還不走嗎 家族辦公室 都是輸十九幾條街 然後 租務市場 新加坡第四季甲級寫字樓的 空置率是5.2% 香港 香港也很大人驚 香港 甲級寫字樓 包括四大家族 長江中心等等 預計辦公室的空置率 創新高到16.4% 因為落城之後 租不到 16.4% 吸引人才 新加坡 香港搞了這個高財通 金融科技人才的 工資比新加坡高 但是問題 因為香港 大陸化 即是吸引到的人才 是大陸的人才 大陸的人才 香港也未必 長期上來 香港定居 香港 跟新加坡比較 最大的分別就是 香港只是靠大陸 新加坡是靠整個西方 跟西方的關係良好 所以吸引的人才 除了大陸的人會去之外 西方的人才 都是越來越多 那個分別 香港 香港只是 比大灣區的人 其他人 你都傻 好了 融資 香港仍然是 報告說香港仍然是比新加坡 領先的 不過中國企業的融資需求仍然巨大 新加坡 仍未成為亞洲地區的主要股票中心 但是在可見的未來 香港繼續 是會 獲得比新加坡更多的主股票和 債券交易量 不過問題就是 接下來未來五年十年 會不會 新加坡會爬頭呢 例如IPO 例如 新的上市公司 香港IPO業務 會增加 會尋求來香港上市 但是 報告說 新加坡在外匯和衍生金融方面 會繼續 領先香港 其實有些東西 分析很簡單 有這麼多的方便 你看得到 這個財富管理 新加坡 贏香港 商業中心 跨國公司的 總部 4200間對 1336間 吸引人才 新加坡吸引全球的人才 香港吸引大陸的人才 金融市場 外匯交易 比香港領先 地產市場 優勝 比香港 及寫字流的空置率 低於香港 好多好多 OK 這些全部看得到 譬如這個股份的表現 公司的回報 新加坡是保持銀性 香港 銀行經紀公司 地產股 都回報 下跌 原因其實就是很簡單 即是你 吃一條水還是吃很多條水 你一條水又吐住你 還是很多水又吐住你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不懂經濟 不懂金融都明白 香港就是靠中國大陸 那條水吐住 當中國大陸不行的時候 香港就PK了 香港是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高風險的地區 就是中國大陸 以前就不是的 中國大陸一路發展上去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著香港會覺得 流了口水 得到這個天時地利 之變 令到香港可以啪啪聲 因為大陸經濟上升 但是 現在大陸不行了 大家 全香港的希望 大家的全部的期望 全部的 資金 人才的來源 都是靠單億的地區 那你就死定了 就是用一個簡單的道理 當新界北區 開了所有的藥妝店 賣奶粉 賣化妝品 賣面膜 希望發達 是不是 一個疫情來 全部撤掉 就是這樣 原因就是 很簡單 將你的風險擺在 一個地區的時候 將你的寄望擺在一個地區的時候 風險就會很大 新加坡就不同 新加坡 有很多水喉 吹著 這是一個原因 令到新加坡 令到新加坡 第二個原因是甚麼呢 第二個原因更加重點 就是新加坡 的 穩定性比香港大很多 新加坡 我經常說 有露燭 你儘管很多批評 新加坡 內部的政治 但別人是清清楚楚的 在商業的 法律 商業的 訴訟方面 別人的 穩定性是很高的 可靠性是很高的 香港不是 香港是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非常高的 因為政治的原因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我覺得更重要 新加坡為何會贏香港 就是人才 新加坡那些真的是人才 精英治國 人才治國 香港那些是用才 最大的分別 你看 疫情 OK 大家受盡疫情的郵輪 2019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0年開始 足足三年的時間 受盡了疫情的郵輪 但是你看著新加坡 在疫情的尾聲 大家都不知道那個是疫情的尾聲 沒有人知道 誰知道 新加坡就看到 他要馬上跟病毒共存 用這個方法 整個西方都未做到 未看到 即是 開始到尾聲 要跟病毒共存 要開放 整個西方都未完全未做到 新加坡做過 香港呢 都是那個原因 要跟足大陸 大陸 說 與病毒共存 就等於 認輸 就是 投降主義 於是 黃泉醫生就說 與病毒共存 就是與病毒共赴黃泉 不肯放 於是新加坡 香港就是 組織先機 旅遊等等 那些開放 很快就會回復 回復疫情的情況 你香港就是PK 跟足大陸做法 而且呢 無論是 Formula 1 Taylor Swift 等等 香港有學人搞城市經濟 在城市經濟方面 全部領先 有些 夠膽 用自己的方法 計算完條數 數完手指 打完算盤 按完電腦 隨便有聰 每一場 300萬美金 被 Taylor Swift 去演出 你香港呢 搞紅心心 搞派雪糕 這個就是人財和農財的分別 所以這個報告是有不足的地方的 不單只是說 金融和經濟方面 你只是搞城市 說 喂 我不是 很多人說我不是有學歷歧視 其實學歷是重要的 學歷就是他的知識水平有多高 人家新加坡 內閣的成員 很多是博士 不單只是 橡牙塔裏面博士 真是滑地沙出來的 在新加坡政府裏面 很低級一直爬上去 有經驗 有學識 有水平 香港這官呢 不要說 有些是中學 讀完中學 是吧 有些即使讀完大學 都會有多少個是博士 他那些所謂AO AO講行政事 懂什麼決策呢 無緣無故在 這個 紀律部隊要拉過來 紀律部隊懂經濟 老粗一個 博人都博到 哩哩流流 是吧 說什麼 就是博羅琪 香港玩完 我們現在東升西降 掩著半邊嘴笑 幾乎飯都噴出來 說一個在網上講的口號 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東西 他就拿過來 作為駁人家一個理據 你是不是笑死人呢 所以一個叫做 人才治國 一個叫容財禍港 新加坡 領先香港19條街 大家會不會驚訝呢 一點都不會驚訝 是不是 這次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新加坡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謝謝 英倫銀行博物館的展覽 英倫銀行和奴隸制度的關係 他們亦有很多反省 英倫銀行跟歐洲和美洲奴隸制有關 英倫銀行牽涉到奴隸制度的主席 有很多反省 這對我來說是一開眼界的 可能你們更加有興趣的是 印銀子 這裏是講英博的銀子 Bandnote的演變 一進來你會見到 偽鈔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1797年的時候 英倫銀行第一次引了那些 一磅和兩磅的銀子 不過沒有人知道那些銀子是怎麼養的 所以出現了這些偽鈔 這些是甚麼來的呢 這裏是很粗糙的 這些是2005到2016年的偽鈔 就是用紙來做的 後來這些紙的鈔票已經全部沒有了 英國的銀子 最高的面額只有50磅 我理解沒錯 一直都是用紙來做的 不過這張銀子已經是淘汰的了 變成膠的 甚麼膠呢 真的是膠來的 它叫做Polymer 是索膠粒來的 那開始就做了這些索膠的銀子 這個5磅 10磅和20磅 然後就是有一些印的 這些就是我們按下去 讓你可以摸到那張銀子 是幾多錢的 一些可能有事的人 或者失明的人 這裏就要介紹欣銀子的過程 這個就是 譬如有些 所謂的secret mark 有些像水印那樣的東西 一般就是防迷霧 最重要的就是 防迷霧 最重要的就是 然後呢 這裏就是 說 所謂的銀子是怎樣印的 中間有一個透明的窗 逐步逐步就是教你 究竟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印了些甚麼線 印了些甚麼口 這裏就先把全印出來 那裏就說 就是 在英美王 那個頸那裏呢 有很多很細的字 或者這個二十那裏呢 用雷線才看得到 不同的顏色 那樣 應該用紫外光看的 紫外線來看的 那裏就介紹這個 所謂polymer looks 即是那些塑膠的銀子 那裏就說很耐用 給這個紙的鈔票金用 那樣耐用幾倍那麽多的 那裏都 足夠一日會爛的 那爛了怎樣呢 那裏就弄碎了它 OK 我們做recycle 循環再用 製造這些膠粒 這個厲害的 這個是垃圾桶之類的 我們是儲物的 就是用這個 塑膠銀子的膠粒做 好 大家聽清楚是這樣的 好 這裏呢 就介紹吧 每一張銀子 那個圖像 除了英女王之外 就是哪個呢 那我剛才有說 這個就是 這個 佑吉爾 就是5磅 那就是2016年的 這個塑膠鈔票裏面 有他的樣子 那這個是哪個呢 這個就是 這個 一位作家 就是 傲慢與偏見的 作者的作家 那這個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 一位畫家來的 20磅 這個是很出名的 英國的畫家 然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50磅 他每一個 的 放進去 這個 銀子上面的人 當然是一個很 就是 令人深刻的故事 大家不妨都可以 看看這個故事 每一個人物的故事 的內容 都可以 都可以 做到 這裏 都可以 這裏 我們可以 做到 這裏 做到 這裏 做到 這裏 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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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了2%了,快完成了 多了嗎? 你看我的技巧多好 好,可以了,變成通縮了 這樣告訴人,他怎樣控制通常 用手來控制就簡單很多